Bounce Bubble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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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开哥 在这个物质很牛的时代 人们潜移默化地被灌输物质至上的理念 而忽虐了精神上的贫瘠 由此衍生的问题事件层出不穷 而频频爆出了失足少女事件 其中的原因令人瞠目接手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 讲述一个少女和男人的畸形爱情 影片改编自杜拉斯的自传《情人》 这个一身特逆独行放弹不羁的老太太 在时隔50多年后 向世人讲出了这段年少时的风流往事 1929年 当时的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 15岁的少女小姐正乘船回西贡的女子技术学校 小姐身穿粗麻布圆领衣裙 头上戴着一顶从布泥身的男士帽 脚上那双镶着亮片的高跟鞋 已经严重磨损了 她慵懒地靠在围栏上 望着平静的湄公河 一辆高级汽车缓缓地开上船 车内的男子被小姐的侧椅吸引 不一会儿 她便下车走到小姐身边 寻找话题同她撩了起来 对于眼前这个西装革女的男人 小姐并不抗拒 男人名叫东尼 是华人富商的独生子 与小姐的交谈中 精明沉稳的东尼 却显得激动和谦卑 一方面是被小姐的美丽深深吸引 另一方面是由于 种族阶层所带来的自卑感 一个白人女孩 坐当地人的汽车 是极罕见的 东尼邀请小姐 乘坐她的汽车回学校 怀着对这个中国富人的好奇心理 小姐答应了 两人继续在车上交谈 东尼试探性的将手 搭在小姐的手上 小姐并没有拒绝 这个陌生男人 所带来的新鲜感和财富 对于她而言 是极具吸引力的 小姐从小生活在越南 母亲早年做生意 被骗光所有积蓄 因此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变得贫穷拮据 然而贫穷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幸 横行八道的大哥 因吸毒成瘾 不仅经常偷家里的钱 还欠了一生外债 懦弱内向的二哥 面对大哥的欺负和压制 却从来不敢反抗 试虑又偏心的妈妈 对此几乎不管不顾 倔强叛逆的小姐 并不甘心过这种贫穷 且压抑的底层生活 她想要逃泥 更渴望改变 见小姐没有拒绝 东尼的手便伸向小姐的双腿间 肆无忌惮地游走 回到学校的小姐 听白人好友说起 校内有女生在做妓女 但小姐并不反对这样的做法 也许是青春期的荷尔蒙在作祟 又或许是对金钱的渴望 她甚至有点上网 东尼的轿车来到小姐的学校门口 小姐向东尼的车子走来 到车窗前留下一吻后 便匆匆跑回学校 这一吻令东尼颤抖不已 东尼带着小姐来到中国城的一处小屋 并向小姐吐露自己的担忧 她害怕自己会爱上小姐 而小姐只希望东尼对她 像对待其他女人那样 仅限于金钱交易 于是两人便不再隐藏各自的欲望 赤裸香味缠绵翡测 门外是人来人往的嘈杂皆是 而门内则是一片冲光引力的景象 小姐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 两人会有结果 对于她而言 她只是一个能够满足自己欲望 和获取金钱来源的人 她只享受东尼带给她的呵护和便利 一个白人是不可能和一个黄种人在一起的 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东尼也说过 中国人娶一个非处女的女人 同样是不被赞同的 看似想划清情感界限的两人 各自说着绝情的语言 然而却一步步深陷其中 不可自拔 两人开始频繁的在小屋里优惠 释放各自的欲望 东尼无法抗拒对小姐的情欲 而小姐也贪恋东尼给她的温存 小姐在外牛肃的事情传到母亲那里 小姐谎称东尼只是一个有钱的朋友 为了让家人相信 小姐带着一家人去跟东尼见面 而一家人完全无视东尼的存在 只顾在餐桌大块朵頤 狼吞虎咽 这时对于小姐而言 东尼的情人身份也成了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丑闻 她绝不能让家里知道 舞厅里面对小姐大哥的挑衅 东尼表现的克制而懦弱 见此小姐失望极了 她故意起身和二哥贴身跳舞 以此来气东尼 看着这一幕 母亲哭着向东尼道歉 并说自己教育无能 而东尼一言不发 倾着泪花的眼里满是心寒和愤怒 无法跨越的种族鸿沟和小姐一家人的亲事 严重挫伤了她的自尊心 回到小屋 东尼打了小姐一巴掌 并将全部的情绪发泄在她身上 东尼是懦弱的 她只能以这种方式对小姐宣布她的存在 事后 小姐问东尼刚刚对她做的事在支援你值多少钱 东尼反说没多少 两人违心的将其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交易 以此来宣告自己的不在乎 小姐当中国情人的事情在学校传开 大家开始纷纷一轮 但小姐并不在乎 她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 总有一天她会回到法国 见识了小姐的这位富人朋友后 母亲也默许了小姐的行为 尽管心里清楚 这只是一场两人各取所需的交易 但东尼还是不可自拔的爱上了小姐 因此还去请求父亲让他们结婚 父亲当然不会同意 她已经为东尼安排了一场利益往来的年因 东尼向小姐吐露自己的心声 表达了对她强烈的爱意 但却得到小姐的冷漠回忆 她表示只爱东尼的钱 如果她变得贫穷 那自己将会离开她 东尼心亏已冷 这一天在小屋里 东尼要求小姐再一次对自己说 她是为了钱才跟自己在一起的 以此来断了自己的念想 懦弱的她一直依赖父亲的财富生活 离开了父亲她将什么都不是 在遇到小姐之前 她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痛苦 爱而不得的她 此时已如同此时 最终东尼顺从了父亲的意愿 娶了那个未曾蒙面的中国女人 婚礼当天 小姐在桥上远远地看着 东尼抬头撞上了小姐的眼神 而这时 她的眼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深情 只剩下淡淡的默然 而在东尼的帮助下 小姐一家人也如愿回到法国 乘船这天 小姐依靠在船栏上 穿着和东尼初次相遇时一样的装扮 只是这次 她将离开 一切都结束了 当船缓缓地离岸时 她看到一辆黑色豪华轿车 停在对岸的角落里 这时 她才猛然发现 这个中国情人 已经在自己心里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她崩溃了 但她并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流泪 她知道 她一直在远处凝望着自己 她也一直凝望着她 直到港口消失了 那片土地也消失了 夜晚 传春月在印度洋间 突然甲板上传来了优美的情声 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涌向心底 她想到了远方的中国情人 这时 她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 哭得撕心裂肺 这种感觉 她从不曾遇见过 她就像流进沙子里的水 不露痕迹 而在这飘洋过海的音乐里 她才得以发现 小姐骨子里产生的 种族地位优越感 使得她总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姿态 她自以为可以自如地操控感情 满足欲望 最后全身而退 却不知 自己早已一步步陷入情感的泥潭中 当她发现 对东尼的这份感情时 她已经失去了 少女的情感 总是天真而强烈的 同时 却也缺少一份成熟和理性 有时候 她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分清 情感和欲望的界限 便一头再入 盲目的尝试 并不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事情 而情感 不仅仅是欲望 更不是一件 可以等价交换的商品 一开始 就抱着试探和玩弄的心理 最终也会被感情玩弄 拜拜